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里面想摘的欲望 没有 我现在要控制住我自己的手知道吗 年纪的想说我们两个去偷橘 回来让我妈打得不行 这边到处都是橘子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家那边动不了这么久 那个橘子好像算两三年就死掉了 头朗不行的应该是 现在我们去看的是另外一个品种了 对啊 这个他们田里面都用来种种这种柑橘了 我们那里田里面种红薯 种沟糖 沟糖红薯玉米 这种是枣熟的是吗 比刚才看那个要枣 这个还不能摘是吗 可以吃啊 这个早一点 这个成熟的它口感没有高材 我说呢 就一般那个 我也觉得好像那个公穿要饱满一些 水分要多一些 那个口气比这个早熟的好吃得多 嗯 它熟了 我们那边只能吃到这种 这种不好吃 它个头又不大 哈哈哈哈 垃圾果是吗 垃圾果是吗 垃圾果 那我们那边都是这种果 真的小熟 就是那时候去偷了 那我妈打得不得了的那个 就为了偷这个垃圾果 但是我感觉这种也还可以啊 就是我们吃习惯了这种 不怎么提 这是无纸的 没有纸的 你要吃吧 分你一半 哈哈 可以吧 口感还不错 不过确实没有 大叔说的那个公穿好吃 那个虽然没熟 但是感觉口感 比这个好多了 这都是好的 什么都没有了 它这个被 被果肉摘过一片 已经摘 下雨它还要找到了 已经摘过了是吗 已经摘过了 已经摘过一遍了 已经摘过一遍了 了 摘到那个四面山麦去 摘几次了 摘了几次了 这是什么? 这是那松山 这个看一下 这个还没熟透 吃了好多的 这个橘子 这个叫公川 但是在我们那边都是统成蜜橘 来这里真的是长芝士